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中国汉字更是有着八千多年的历史 甲骨文、大传、小传、历书、草书、海书、行书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记录了炎黄子孙的发展壮大 也承载着中国数千年的厚重历史 进入信息时代 原来的书写被广泛应用的电脑打字替代 随之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提笔望字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使用文字进行交流 看新闻、看博客、看微博 文字仍然是目前主流的文化传承形式 但是改变也在悄然发生 几年前 我们还在讽刺年轻网民的火新闻网络语言不规范 但不知从何时起 却发现自己在社交工具上也不太使用文字了 我们开始用表情包、用图片回复朋友的问候 开始发视频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 开始发送位置告诉别人到哪里见你 开始习惯发红包来表达祝贺、取悦朋友、爱人 走在街上经常看到或语音交流 或视频沟通的人们 我们在文字书写上似乎正在倒退 但是在利用影像声音进行交流方面 却大幅提升 在英语中 全媒体新闻或者容媒体新闻的原文是 Video Journalism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西方的容全媒体观 其实就是基于影像视频的新形态 作为影视人 往往都很骄傲自己善于用影像讲故事 用影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思想 一些人也很喜欢知道身边的朋友拍摄照片或小视频 画面不对焦 重点人物拍虚了 镜头抖动太厉害了 拍视频不要来回摇等等 但是在小视频社交的时代 新兴人类的很多玩法 确实很多资深影视人都不太会玩的 毕竟很多技术在过去是要在特技台上 通过很复杂的编程才能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这些高深技术 却被很多Z世代的孩子在手机上玩得溜溜转 这种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影像语音交流 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普遍 这一点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火爆可见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中国如此 全世界的人都正在习惯于用影像声音交流 美国著名社交APP Snapchat最近提出要以影像和切入点进入元宇宙 在他们做的Snap消费者AR报告中 将13到24岁的Z世代称作Snapchat一代 并认为他们通过图像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要比文字高出150% 该公司认为对于Z世代 社交媒体是他们自己展示生活发表观点 探索未知世界结交认识新伙伴的地方 他们对感官和视觉的享受有着极高的感知度 文字载体已经无法满足Z世代的社交表达需求 视频影像化才是他们的主要表达方式 该公司的首席商务官杰里米高曼说 当我们查看整体用户画像数据时 我们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的用户中 有90%都是13至24岁年龄层的群里 而这些人中有75%的人都习惯于通过使用相机来表达自己 所以这对我们的发展战略来说非常重要基于相同的理由 知名相机厂商佳能在今年的CES展上也宣布 将推出元宇宙社交平台 用户将可以使用兼容的所有佳能相机实现虚拟交流 成为真正的使用镜头进入元宇宙的入口设备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 印刷术和造纸术都是围绕文字产生的 新的历史征程上 虚拟影像可能是即时经影像后的又一伟大发明 进入元宇宙时代 理论上讲交流方式不是通过文字书写 不是通过短信息 也不是通过厚厚的书 而是将迈入事项交流的时代 人类甚至机器人学习不是通过阅读图书获得知识 更多是通过观看影像进行深度学习 我们过去用文字表达的内容 在元宇宙时代可能是一段视频 一段历史影像甚至是智能生成的虚拟影像 我们不用再纠结于语法 纠结于拼写 甚至不用再纠结于外语的熟练程度 因为人类学习交流已经建立在影像之上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影像是未来人类的交流方式 因此在影像讲故事 交流文化方面的成就将帮助人类在元宇宙时代达成更多的理想 作为这个时代熟练使用影像的电视人 也应该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去担负起创造未来的重任 广电融媒体机构应该更好的探索 如何通过影像 无论是真实的 还是虚拟的去讲好故事 交流思想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 努力为人类贡献新的四大发明 贡献中国人的力量